过去生在人道 造了中品的十恶业 会直接堕入畜生道 多生业熟而呼前其报 他今生没有造作 他过去生有这个业 突然间临终起现行 从地狱中出来 除尝余报 从恶鬼中来 从恶鬼道受完以后 来到畜生道 酬尝他的罪业 而畜生道的众生 也是果报生 果报一旦偿还 就会随着往昔夜里 继续流转流道 当他们转生到人道之时 就有机会修行了 我们每个人 一生大概会认识 两万七千多人 虽然数量看上去很多 但并不代表 每个人都能以真心相待 有些只不过是 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 如果仅是萍水相逢 不在彼此生命中留下什么 那也还好 成全了那一句 好聚好散 但有些人的出现 却是给你带来灾祸 危害于你 遇到有懂得分辨 及时远离 别让自己被人祸害了 还不知道 佛法中最看重的 就是因果相报 而这个衡量的标准 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众生所造的业 善业得善报 恶业得恶报 无记业得无记报 当然了 这个报应的规则 也是非常复杂的 绝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一笔一笔非常清晰 有可能早来 有可能晚来 也有可能几件事 合在一起 而且这个时间的跨度 非常大 很多都是这一时造的业 下一时 甚至再下一时 才会胜报 所以也有三世因果一说 此外 这个因果 也并非是独立计算 而是互为因果 比如《烟花经》中 就说过 因地聚果 果彻因缘 所谓轮回 指的是世间众生 因造作善恶业 所感召的果报 每个生命 没有在觉悟之前 就会根据 自己的因果业里 在六道中轮转 六道分为三善道 和三恶道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属于三善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属于三恶道 人离去后 会根据自己的善恶报应 可以堕入畜生道受罪 也可以转入天道享福 当受罪结束 或者福报享尽 又会根据 自己在另一道的 善恶业 转生地方 在畜生道的众生 也有享福的 比如 现在的一些宠物 国家保护动物 在佛教讲 这类众生是修福不修会 福报很大 但是没有智慧 还是随夜流转 一般而言 从畜生道而来的 都会有嗔恨心 容易发怒 没有仁爱之心 从听闹而来的 一般比较和颜悦色 脾气温和 人是从六道轮回 投胎转世过来的 但为什么不记得前世呢 有师兄还问 如果我们都记得前世的罪业 那我们可以偿还 前世金 金世果 避免造业呀 人在一生当中 经历种种无常变异 不能一起过去的事情 年老时也记不起 年轻时的事情 何况是记起前世的事情呢 能忘却前世 也是一种善 一种慈悲 解释还不如说一个故事来的好 一天佛陀和弟子们 在城外的一棵大树下休息 有一位新书家的比丘 名叫晋正 他问人有前世 为什么人都不记得 佛陀就说道 弟子们 你们看这棵树 本来只是一棵种子 现在已长成茂密的大树 当它还是种子时 在地 水 火 风 四大因缘作用下 种子才发芽 芽在生静 静在生叶 叶在生花 花结果实 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种子 但又不离原来的种子 你们说 这些根茎花果 还能再变回原来的种子吗 弟子们都回答 不能 佛陀告诉弟子们 人也是这样 无名鱼吃为本 犹如树的种子 种子虽小 却能长成大树 就像人 人有了身体 就有往生 心时随生前善恶之行 去往来世 遇到有缘父母 再受形体 生起新的流根 虚染新的习俗 另受苦乐 加上环境的转变 都已经和前世不同 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身体习气 犹如大树不能恢复为种子一样 它还是它 但又不是它了 前世因 却是可以造就今世果 因此 我们念佛 忏悔 行善 做功德 取消业障 种善因 无论我们上一世 从哪里轮回来 是否是畜生道等等 忘却前世 就是一种机缘 一种慈悲 所以 把握好今生 种下善因 让善国花 开满整个人生 但无论你是否从畜生道来 还是想问一句 你打算去畜生道去吗 有些人 他们不珍惜 转世为人的缘分 下一世 会投入畜生道的 曾听一位老僧讲 在生活中 以下这四种人 基本都是从畜生道而来 所以遇到情愿离 第一种人 不孝父母 甚至动手 佛教讲究 知恩图报 对父母无效 畜生不如 这是民间常讲的话 所以不要和这种人 出朋友 不要谈什么讲义技 有能力会办事 一个连父母 都不孝顺的人 纵使能风光几年 结局总会很惨 还是远离点号 《地藏经》中云 不孝父母 无腻双亲的众生 将来要遭受 种种天地灾难 诛灭之报 佛教讲究 知恩图报 谁对我们有恩 佛陀告诉我们 情与无情 都对我们有恩 我们时刻要 怀有感恩之心 在诸多的恩德之中 父母恩是现实生活中 最能体会到的 父母含辛茹苦地 把我们培养长大 我们不仅不孝顺 反而还忤逆双亲 真是何等的逆罪 理应受到天打雷劈 不得善终的报应 佛弟子当以孝道 为修学佛法的基础 对父母以孙为孝 孙父母的心 孙父母的义 如此方能称为孝顺 对于大乘佛子而言 如果连恩情最重要的 父母都不孝顺 还谈何去普渡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都是我们过去世界的父母 孤独众生 即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 第二种人 两面人 言行不一 心口不一 这种人生活中最为常见 具体行为表现 当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 好话说尽 甚至都能跟你跪下 还会保证 多长时间归还 对人说些感谢的话 这些借钱的人 都不好意思不借 但是当到还钱的时候 对方就避而不见 甚至就当没这回事 并且一种种理由推脱 赖账不还 佛家告诉我们 对待两面人 首先要学会明察 因为这种人 如果隐存性好的话 往往会迷惑我们 有时还真会以为 他很有礼貌 很懂得尊敬人 在此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佛家认为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 倾听揣摩 判断出这个人的虚心假意 并不难 因为如果对方是陌生人 一般不会对我们 无缘由的热情和谦恭 如果他表现得 特别热情或谦恭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相处很久的熟人 我们对他的人品和秉性 一般会很熟悉 如果他表现出 和平时不一样的态度 我们很容易看出 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那种喜欢套关系 讲客套话的人 尤其是在穷人办事的情况下 很多人往往表现得跟个奴才似的 佛家认为 这样好也不好 好的一面是 缓和现场气氛 不好的一面是 把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降低了 很容易让别人瞧不起 还有一种人 无论见到谁都一场客套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这样 甚至比他小很多的女孩 他也尊称为大小姐贵千金 这样的人有时并不讨喜 反而会让我们感到虚假 很肉麻 这种过度的客气 如果只是个人习惯 倒也并无大碍 因为他并没有其他不良的动机 佛家讲 与人处事 不要巧言吝啬 华尔不识 应该真诚待人 多讲肺腑之言 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家人 朋友 尽量让自己的讲话 和内心的想法一致 如果不一致 我们就会很矛盾 一个谎 需要用一百个谎言来弥补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内心会很挣扎和痛苦 而且还会为自己 带来惨痛的人生教训 除非是那种虚伪诚信之人 已经感觉不到什么是虚伪 第三种 人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没有德行 这种人和第二种人有些类似 你帮他时 他高兴尽你的好 当你没有能力帮到他时 对方立马翻脸 不会顾及任何面子情感 我们常说冷血动物 他不帮你可以 你不帮他不行 只要涉及到一点利益 立马轰脸 遇到这种人 也要早点远离 第四种人 白眼狼行 上学的时候 就曾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 比如说十件事 你帮他九件 最后一件 没能如对方的意愿 对方就说你不够朋友 也不会记得你对他的好 翻脸不认人 这种人没有感恩之心 以上这四种人 一般都是从畜生道而来 所以遇到情远离 惹不起躲得起 当然 如果你有智慧 觉得自己有能力 可以让对方改变 遇到这种人 要帮衬对方一把 可谓是功德无量 同时又可以磨练自己的心性 学佛人要有慈悲心 更要有智慧 如果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还是先度自己吧 但是要知道 无论遇到什么人 都不要仇恨对方 厌恶对方 也许你遇到的恶人 只是缘分未到 机缘一到 再坏的人都可以成佛 再坏的畜生 也可以正果 愿大家在修行路上 广结善缘 广众善音 发无上心 修无量福 成无上道 如果你想了知一切 因因苦果的由来 就必须修学高尚的品德 清静的繁星 以回归的菩提 正道的真如妙性 你自然会臭乎一切本来 如沉睡的人醒了一样 所以佛弟子应当勤行经界 深思生命从何而来 终归何处 何因往来 所缘是什么 多众善音 莫要下一世投胎到出生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您六十吉祥 发喜充满